就是视频中这个农村小伙 在乡间小路上用木炭和粉笔 画出了一甲乱针的深井和井盖 还有看起来很深的蓄水池 8090后都玩过的跳格子 威力巨大的龙卷风 一根又一根粗壮的圆柱 通往弟弟的楼梯 从画里走出来的公鸡 还有进了家门口 吓蒙了媳妇的万丈深渊 这个为了画画 把自己练成了人体原规的小伙 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画的画又会不会影响到交通 造成很大的麻烦呢 今天就让千姐带你走进 福建农村小伙张世仙 不一样的绘画人生 张世仙 袁明 张树平 福建南平人 这个被网友称作是 现代版十米马良的小伙 其实是自学成才的 视频中我们所看到的 栩栩如生的楼梯 深坑 陷阱等 其实都是三地立体画 而张世仙作画的工具 也就是非常简单的木炭和粉笔等 张世仙说 自己以前学过素描 画三地画只是自己的兴趣爱好 由于没有专业的老师学习 他就自己上网看别人在纸上画三地画 然后再回到马路上 对比着一点一点的摸索 慢慢的学习 就这样 三个月的时间 他就基本掌握了三地画的技巧 张世仙说 三地画最主要的就是透视和打形 其他的如上色等过程就很简单了 虽然刚开始画的画也是平的 不够立体 但张世仙就一股脑袋不停地琢磨 真是应了那句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如今才掌握了这一绘画绝技后 张世仙像是神笔马良般 能画出所有他想要的东西 家里没钱买米了 那就画上一堆钱 家里房子不够宽敞 那就画上一排大砖房 逢年过节了 就画上个香甜的大粽子 来上一个超大的龙虾 做个下酒菜 想要实现儿时当将军的梦想 那就来个撒豆成兵 虽然这一切都只在画中 但张世仙也凭借自己的绘画能力 当上了壁画师 养活了一家人 而且平时他还帮新农村建设 画一些墙绘 但是也因为张世仙 在马路上画的3D画 太像路障了 很多村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都不敢走了 网友们纷纷在他的视频下方留言说 你确定这样不会挨打吗 还有的网友说 你的手难道是被天使吻过了吗 你随便画个圆圈的功力 都够我练上10年了 确实如此 为了画好一些圆形物品 张世仙活活将自己练成了人体原规 画面太过酸爽 太过丝滑 但也有的网友说 我虽然承认高手都在您间 可是交警叔叔不会过来找你吗 这样别人出行的时候 会不会有危险呢 对此张世仙说道 我都会选择在人烟稀少的马路上做画 而且拍完画画的视频后 我都会将画清洗干净 请广大网友朋友们放心吧 对于张世仙在马路上画3D画 你怎么看呢 欢迎小伙伴们评论区留言 生活如此灿烂 我们下期再见